小编是从网上看的幸福一家人,更新的速度比电视台快了两极,所以很多剧情知道的就早一些。 尽管,开始时房家子女全是负能量,并且都让观众横得牙根直痒痒,可后来的剧情也多少替他们洗白了一些。 比如,邱泽饰演的房天艺,冬杰饰演的房天心,他们的好多行为,都让观众们转变了对他们的初始看法了。 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。 开始时,我们大家都在骂房家三个子女都是白眼狼。 好的,请大家不要动摇,不要被他们蒙骗,他们依旧还是白眼狼。 作为白眼狼,他们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本质的。 我们还记得第一集吗? 房永福过生日,三个子女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不敢赴老爷子生日宴。 比如,大姐天心晶晶夜夜十一年,工作临时五,宁肯替下属给董事长送礼物,也不管自己老爹的生日。 大哥天也因为工作认真而替别人做手术,也耽搁了老爸的生日。 小弟房小龙,任孕节。 是,更加奇葩,因为打架被带到派出所而爽约老爸生日。 似乎每一个子女的爽约理由都很正当,不容更改。 这就是白眼狼们无法撼动的理由。 其实屏幕外,作为子女的我们,也给老爸生日,但都在前十几天就开始筹备,主要是筹备假期和工作安排,为的就是避免生日那天出现措手不及。 显然,这三个子女对于老爸的生日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准备。 如果准备充分并且把老爸的生日放在心上的话,绝不会中途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而耽搁。 就拿天心来说,下属给董事长买的礼物不能送过去,就应该由下属自己来负责,作为上司他根本就没必要代劳。 此时老爸的生日比这更加重要。 其实,如果仅仅只是上面这些事儿也就罢了,如果仅仅只是出卖自己入坠院长家也就罢了,观众们也可以原谅你们。 可是我们原谅得太早了,因为更不是人的事儿在第二十三集里又出现了。 房永福突然胃癌发作住院时,三个子女不是因为恋爱不接电话,就是因打架在禁派出所,再不就是因为值班而不能前往。 最终只有姑姑和表妹来照顾老爸。 房永福最大的失误,就是隐瞒了自己的癌症病情。 其实,把三个子女培育成白眼狼,他不是没有责任。 正是因为他的浇灌与放纵,才让三个子女肆无忌惮地在白眼狼这条路上狂欢。 在自己癌症晚期的时候,不但没有子女前来照顾,而且还是自己走出的怨,最要命的是,儿子,儿媳,亲家母等人竟然在此时冻起了自己房产的心思。 至此,小编真想用最肮脏,最恶毒的语言来骂他们,但是网络环境不允许。 最终只能无力来一句,三个子女没有一块好饼。 也许只有在李立群公布自己病情的时候,他们才可能知道回家尽孝,但为师已晚。 其实,这样的事儿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身上,又何尝没有过呢? 戏剧其实就是观众自身人性的一面镜子。 我们身上难道就没有天心、天意的影子吗? 别看三个子女在社会上、工作上、情感上受到这样那样的欺凌和碾牙。 其实,从他们干的那些巴巴事儿来看,一点都不值得同情。 我们能送给他们三个人的只有两个字外加一个感叹号,活该。 同时这两个字和感叹号,也应该送给我们自己,一座鞭策。